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的上面有这个东南西北然后是十二生肖 旁边这边是一个手 今天有一个小小 诶这是吸烟区诶 诶好难得神社里面有可以吸烟的地方 有一个宁泉鹤 这个水色里面最古老的金 这个水喝了会长瘦 喝了之后病痛都会消失 旁边是卖玉手的地方 看到有日本人在做三五七仪式 小朋友凡三岁 五岁 七岁 反过都应该要欺负一岁 这里是拜风神跟蕾神 往上看的话都会有一些风神跟蕾神的木雕 然后他说这里的木雕都是比较幽默可爱 这就是博多之子的风格 如果抽到坏的签就要像他们这样子把坏签绑在神社里面不要带回家 走到旁边就可以看到山里 超巨的 这个山里就是他们在祭典的时候会抬的东西 上面做工好细哦 我们走到后面 他竟然有拜做酒的神 这里有一个小小迷你的千本鸟居 好可爱哦 里面也有一个小神社 他的狐狸也要喝酒耶 这里是大家写会马的地方 他的会马很酷哦 有超多种花文 有一种是长寿不老的 然后一个是气球生意好的 铺小禅 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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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里的背面也有东西 看到一个夫妇银杏树 超巨的 我们买了一个交通安全的御守 好可爱哦 它有红色跟蓝色 我们买蓝色的 然后背面的话是写 接天生色的交通安全 看到一个有趣的 他们正在招募巫女 我们从侧门出来 发现他的赞助灯笼 全部都是酒的厂牌 所以这神明真的很喜欢喝酒灯抽烟 今天好像节田神社有点灯活动 哇好像很热闹 今天是好日子 有很多人结婚 所以路上会看到很多和服妹子 结果他们说进去看点灯要钱 通票一张是2500日币 所以我们就不进去了 山里有点灯了 山里有点灯了 好漂亮 好漂亮 这个有他们的那个神教 哇 在神社里面卖酒 不愧是喜欢喝酒的神社 然后大家就在这边坐着喝酒 看表演 我们今天来驻籍神社 这间好像比较少观光客的样子 哇遇到金娘子 进来的右边这里有卖玉手 这边有一个配钓鱼的签 头五百块 然后用旁边的这个钓杆 去钓一个你想要的签 好难耶 好 钓钓 这礼拜好像小朋友都会来做七五三 所以你看有很多穿和服的小朋友 他是古代力士像 他是相扑之神 可以去摸他的手感受他的力气 哦好可怕哦 他的脸有点凶耶 哎呦 哎呦 他的手好大哦 是相扑的手都那么大吗 神社里面有卖吃的 他还有卖这个饭 还有这个甜馒头 谢谢 本店的左边有一个稻和神社 稻和神社就是会有很多红色鸟居的神社 很可爱 这边有一个奇怪的石洞 从这里可以照到镜子耶 他说用那个预镜照自己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许愿 这边还有一个惠比虚神社 他的鸟居是不一样的颜色耶 金色吗 好多人在排队要拜拜 对比虚的神像 可爱 他可以摸他耶 他一定要来摸啊 要全部摸他全身 我要家内安全 肚子是健康 这个是肚子吧 摸他的鸟鱼是采鱼 鸟鱼 不要采鱼 摸他的手是我的技术能力要提升 好可爱哦 他的脚好小耶 大家都要摸他的身体 嗯 嗯 他这里还有一个相铺会场 好酷哦 我在这里买了特别的新手 这星星是他们人气的御守之一 听说有很多艺人都会来这里买 哇他就直接加耶 他直接把他的面直接加到他的面里面 嗯 我的是有加他们的名产高菜 好酷哦 好酷哦 来吃吃看他们的高菜 好吃耶 他有点辣辣的 味道真的很像牛肉面的酸菜 他超上的还蛮厚的 这半熟蛋是完美半熟蛋 这饺子好酷哦 是三角形的 我们吃这间长冰拉面 这样两个人吃下来是1940 好吃耶 而且老板很可爱 我们到红叶八翻工了 远方有一个妹子 这边也在办七五三 所以是有很多小朋友 其实爬一下子就到了耶 好快 这个小朋友在哭 哭得好崩溃 好漂亮哦 如果枫叶开的话会更漂亮 不开了 本店的两侧都是红叶 如果是秋天红叶观赏期间 她们晚上好像还会点灯 現在紅葉還沒有紅 然後這邊是他們賣御守的地方 御守都是有紅葉的圖像 這個看起來超強 金韻的 他們最可愛的是這個紅葉籤 夏天是綠色 然後現在秋天所以有紅色的 小朋友在看侯子表演 這邊還有小朋友可以拍紀念照的地方 他們的繪馬 好可愛的 還有這種楓葉形狀的繪馬 這個箱子裡面就是放不要的御守 或是你在神社裡面買的各種保護服 這邊有在拍COSPLAY的照片 旁邊還有一個小神社 它是稻荷神社 所以這景點非常好拍 稻荷神社就是拜虎鼓 所以這邊有很多虎鼓 這裡的氛圍超級日式 真可愛 他們拍完照要走了 猴子放風時間 好可愛喔 發現他們的門牌側面可以量身高耶 可以量身高太可愛了 我剛剛是在五尺三寸的地方 大家可以來量量看 從神社往下看還看得到浮缸塔耶 在那邊 猴子要下班了 我以為猴子會用車車站或是龍子站 結果他是自己走下班耶 MING PAI CAN BE D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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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O